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还没终口 泪已碰到心 擒在天地间 月圆人更齐 好远追好芒芽 好远好夕 日子天天过 冬季春来临 哭了一条路 爱恨今夜遥远 远去远来又走 幸福越来越近 哭了一条路 爱恨今夜遥远 远去远来又如此 幸福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相伴来越近 未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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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姨来啦 给谁家孩子织的呢 我孕的时候织了一半 后来孩子没了 小姨来了 本来想拆了的 后来想想孩子织好吧 送给其他孩子 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难受呢 是啊 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没事了 小姨 那就好 我也是路过来看看你 你们家在城里建蔬菜加工厂 那事建得咋样了 啥 啥加工厂 那前一阵建坪在我那儿 拿五万块钱 说是要建个蔬菜加工厂 他上你那儿拿钱去了 啊 坏了坏了 怎么了 小姨 你不知道 她赌博了 赌博 那她以前没这毛病啊 对啊 子王进城以后 就不是她了 这段时间对我挺好的 我以为她改了呢 没想到 这怎么办 秋连 你别着急啊 说不定她拿这钱 真的去建厂子了呢 回来我得问问她 行 好好跟建平说啊 别急 你要知道 自己的男人推出去很容易 想把她拉回来很难的 你跟她好好说啊 别让她呀觉得你不相信她 凉了她的心 小姨 你在这儿吃饭吧 不了 我医疗所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啊 慢点走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预计八日晚至九日 受高空体草影地面的空气 共同影响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 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距离还将出现短时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 将温幅度达六到八度 怎么在这儿站着呢 根据 别忘了主啊 将间天气为主 爸 昨天晚上我琢磨了一宿啊 这个吴老二啊 你少跟我提吴老二 你整吴老二吴老二里 你不就我烦的 来 吴老二他们家有个亲戚 那个人啊 是开粮库的 有好几个大仓库 我就想啊 把咱们家的粮食收下来以后呢 租他几个仓库 放咱们的粮 这么个吴老二啊 那你这个事要叫吴老二知道了 吴老二不得搅和咱们吗 他不得跟他亲戚说话吗 坏咱们 你平时总是丘陵啊 丘陵啊的 这时候咋想不起丘陵呢 叫丘陵背着他爸给联系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没敢说 你没敢说就不赖我发笔记了 那行啊 这事挺好的 您放心吧 我现在就去了啊 一定别叫他爸职的啊 行 您放心吧 行 我去了啊 少林 你刚才说的那人是我堂叔啊 一会儿进城 我介绍你们俩认识 到时候 你们俩单线联系就行了 行 那麻烦你了 那你走吧 不麻烦我也要进藏城 少林 少林 你俩这是干啥事啊 进藏城办点事去 走吧 干事去 姐我走了 慢点啊 慢点啊 怎么了 一上午闷闷不乐呢 是不是为咖啡店资金的事发愁啊 解决了 解决了 你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啊 我妈为了让我早结婚 在城里购买了套房 我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 你傻呀 怎么了 你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 万一哪天咱们买卖亏了 你那房子就让银行收回了 你拿什么结婚啊 我连女朋友都没有跟谁结婚啊 再说了 我觉得 咱这事要决心干了 就不会让她亏本了 不过你也帮我保密啊 可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 要不她非扒了我皮不可 不行 肯定不行 又怎么了 开分店是咱俩人的事吧 这钱应该咱俩一起出 干吗呀 老让你一个人拿钱 弄得跟我占你便宜似的 什么你的我呢呀 咱俩谁跟谁啊 要不这样吧 把咱们的店都转到你的名下 以后就算我给你打工 拿住 你要再这样说的话 可真急了啊 这个店是我俩一手创办的 从一无所有 一步一步打拼到现在 它承担着我们俩的梦和希望 不管发生什么 都属于我们两个人 行行行 那要不然就这样 我该出的那份钱算我欠你的 我给你打欠条 怎么了 受伤了 你受什么伤啊 小弟 我拿你当我最可爱最求亲的人 可是你干吗老拿我当外人呀 你看你 又来了 咱们公是公私是私 你干吗老混为一谈啊 你这不是逼着咱俩散伙吗 行 我算是听明白了 你非要跟我划清界限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就两种选择 要不然呢就咱俩一起干 但是那钱算我借你的 要不然我就退出 你选吧 行 行 您写借条 快过吧 他这边厂房还真够大的啊 对 特别还有一大圈呢 好 那我听你叔叔这意思 是不是就算同意了 听这意思也像 这下可好了 我唐叔这个粮库 从来不外租不外借的 而且他不喜欢收粮食 因为我唐叔觉得吧 收过来的粮食 你说品质不一样 堆在仓库里不好管理 可是你们家这情况 就不一样了 这么大规模 一千多亩地呢 今天啊要不是你跟我来 我估计你说啊 他不会答应的 那健平电话还打不通吗 我还说中午请你们俩 一块儿吃个饭呢 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反正给精湘点打电话 也没人接 臭壁 消费 燕红 赶紧起来 十一点了 你别碰我 你苦死了 你不知道在做完几点水的吗 三点多 好 三点多 凌晨五点半 建平 给你打了一上午电话也没打通 你干什么去了 我和邵勇上午去城里办事 现在在京香点附近吃饭呢 你要是看到短信过了一趟 戴绿帽子给我戴到眼皮子底下了 小林 来 你不是最爱吃土豆丝了吗 快点吃吧 吃完赶紧回去 找得不错 建平最近挺忙的吧 快收割了也没见他回来呀 你 是不是听了什么闲话 没有没有 建平 民生赌博有一段时间了 我回忆以后 他跟我发誓说他要戒毒 现在孩子没了 我怀疑他有了 子清 我老是胡思乱想 我甚至觉得 他已经有女人了 我不想这么想 我想相信他 可是 可是我就是相信不了 丑林 既然 既然你们现在还在一起 我觉得 你就得相信他 别胡思乱想了 她 她从我小姨那儿 拿了五万块钱说要建厂 我们家什么时候要建厂了 根本没这儿打算 你说她拿着钱就干什么了 肯定就去多了 也没准是她那店里 有什么急需用权的地方 没跟你说呗 我觉得 那孩子没了 最近你这情绪波动也比较大 凡事啊 还是得往好处想 这日子不是还得过吗 别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是不是 对 快吃吧 好 吃吧 没事 快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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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来这么早啊 爸 我今天心里特憋屈 您老得开刀开刀我 怎么来这是 您自己看 喂 这不是邱灵和邵勇吗 喂 他俩咋弄一块去了 爸 您说邱灵和邵勇 是不是旧情复发了 不会吧 不可能 邱灵不是那样的人呢 我跟你说 这指令是他老李家李邵勇啊 又利用邱灵给他家干活 卖命去了 走这回事 爸 我邱灵回来 您老可得给我坐着我 给我撑腰 主 主 回来我一定好好审问审问他 来 咱一个两盆两桌 我去炒两拆下去 您别去了 我去吧 那好 你去吧 你去吧 我说真孩子 你说 爸 我回来了 仓库那事啊都跟人谈妥了 人家同意租给咱们了 这邱灵一去就是管用 真挺好的 这个事要叫吴老二指头 肯定就整不成了 是是是 你谢谢秀灵 是 人家给咱们帮了大忙 那就抓紧收吧 你看这天 老运结架不是阴就是下呀 可了不得呀 您是不是头一年种这么多地 压力太大紧张过度了 什么话呢 卖收季节心里最没底 就怕老天爷下大雨 这都是老话的就是 咱晚收个机啥时候到啊 应该是明后天吧 到时候抓紧收啊 颗粒归仓才不白忙啊 您放心吧 咱家这地也现在正都收着呢 应该收了百八十亩了 好好好 走吧 回去吃饭走走走 好好好 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了 早回来了 你去哪儿啊 我给你发短信你没看见啊 我手机没电了 打不开 建平 建平 我小余说你在他那儿拿了五文块钱 说咱家要建什么蔬菜价工厂 咱家啥时候要建厂啊 我最近这些日子一直往来跑 就是为了建厂盲这事 长纸选在哪儿啊 你都跑什么部门了 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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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纸我还没选好呢 长纸没选好 你借什么钱呢 我不是先四处活动活动 我这 我说了你也不赌了 还剩了点钱吧 现在哪儿 没了 都花完了 现在物价那么高 那点钱都不够塞牙缝呢 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谁赌了 我上哪儿赌去 我跟谁赌去啊我 喜阳 今天钱都花在哪儿了 一笔一笔都给我写出来 我明天就去核实 喜阳 我不跟你技巧 你还来劲了是吧 没错 我赌去了 钱我都输光了 我这打打牌 我联络联络造感情 我不也是为了咱这家吗 你只是像犯人一样 你揪着我不放吗 从那小姨那儿你 你还管谁借钱了 没借 谁都没借 明天你把账本拿回来 我要看一看 吴秋零 不是 我告诉你 我人你不是一天两天吗 从结婚那天开始 你又没拿我当的一个正常人看过 你从来就不信任我 你口口声声说和你戒毒 你戒了吗 说啥 说啥咋的 爸 你吵吵吵吵吵的 你是外边听得清清楚楚的 是 是 你说这两口子官子吧 他都得合合美美的 没啥事总吵啥家呀 你跟我说实话 你走啥去了 温少语 进城办了事 你跟人家老理解的人 你藏了些啥事啊 你说你一天前的 李叔说 怕他们收割的时候 言下英语 所以让我提前 订个仓库 你说你这孩子 你说你是行还是啥啊 你说你啊 一口一个礼熟礼熟的 你心里还是幸福啊 爸 你都不知道 我跟他老李经文有仇了啊 我都跟老李的那仇 我都跟他不够呆挺 你还管他 管人家事给人租仓库 租啥仓库去 看他这麦子延了 延延没延他就活改 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都是相依相亲的 万一真要下雨了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 人家一千多亩地 就这么打水片了 打水片他都活改 打水片说明 老天爷长眼睛了 你还给人租仓库去你 你咋这么说话呢 我得咋说话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找谁去了 给他租仓库 是不是找你唐叔去了 你看看你这孩子 你说你 你找你唐叔 走他去你呀 你气死我呀 你这孩子你呀 我现在做给你唐叔打电话 我告诉你唐叔 这仓库我做不能租给他 爸 你别打这个电话 你给我起来 你这份损人不理你 什么损人不理你 吴秋凌 你昏头了吧 这可是你亲爸 你胳膊上老外子 你怎么不跟李少勇过去 你你你你你听点 你听点 你你你你听我 来来来来来 你别跟我叫爸 我打完电话你再说 你不能打这个电话 你不想 你这个婆孩子我跟你说 你不是 你给我抢抢你这孩子你 快 soph 你这是我 你让我去 不想要走 你你 你不想要来 你不想要走 你看你看 这都几点了 还不回来吃饭 我都叫了三遍了我 我 饿死了 饿死了 什么时候吃饭呢 行了 不等了 吃吧 吃吧 来 爸 回来了 快来吃饭吧 你孙子都快饿死了 你们吃吧 我不饿 大孙子 晚上少点吃 别长成小胖子味儿 你看 你看 回来了又不吃了 带啥架子呀 该等他半天 你 你稍等我告诉你啊 你爸在这儿住了 这么不少日子了 一个子没往外掏 我话料着 你爸不止你一个儿子啊 他不能老住咱家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 那我爸现在不是 特殊时期吗 他那房子没有了 你说你让他上哪儿住去 那房子要一辈子叫不回来 咱得伺候他一辈子 我伺候他一辈子咋了 我是他儿子 再说了 我爸那房子肯定能要回来 你呀 你是真不了解我舅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房子一准要不回来 行了 你别提你舅了 我爸那房子怎么到你舅手里边 你还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呢 我怎么会知道呢 爸 妈 你们吵啥呢 没看你我爷爷不高兴啊 真受不了你 你干啥去 干啥去 你干啥去 干啥去 行 手拉倒 我 Prem slides 青苏 这么晚了 干什么去你 这黑灯下火的 你干吗去啊 出什么事了吗 你别问了 请我坐会儿 书跟舍都不在家 他俩不在家呢 今儿大姨他们家收卖了 爸妈过去帮玩儿去了 请我坐会儿吗 我就不进去了 天都这么黑了 赵定还没回来吗 赵定那会儿时早时晚呢 有时候灵灰把他给烧回来 你怎么了 没事 这就马上下火了 进屋吧 我在这儿坐会儿 酒量 你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说 没 没什么 你怎么来的 你怎么来了 有事 没事 还没啥事 跟他我回来的时候 看他就在外头哭呢一点 是不是今天你去帮我租仓库 你们家知道这事埋怨你了 什么仓库的事啊 今天秋连陪我到城里 找他一个亲戚 去帮着农场上租个仓库 你说你也是 你找谁帮忙不好 你非得找大帮忙 那万一要让吴老二和 那建平知道 还不又得找他算账 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了 没事 没事 这样吧 我去跟他们解释解释 走 走吧 上了 走走走 你这不是扯着物 你这不是扯着物 找你回来 找你回来 干嘛呢 拉拉扯扯的 串门串到这儿来了 老弟 你怎么说话呢 这 这 秋连是我给请来的 你耍得那么尖酸刻薄呀 有你什么事 你跟着瞎唱什么呀 我没事 我没事 不用担心我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 我送你 少帝 你别误会啊 快决定点 我送 秋连你回去跟他们好好说啊 快下雨了 走吧 用找你说吗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小弟 秋连 至于 丘陵回屋了 回了 建平 丘陵这孩子 心眼好 删了呀 就凭他这个心哥 这个李少勇啊 找他搬点事搬个忙啥的 你说他能不去医院 这不挺正常的吗 你走别总马云谈啊 这一个男人呐 在幼的时候你不能太小心眼 你说对不 爸 您放心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你说真是 这孩子 从小到大啊 我总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 这今天这是在耳里了 你说我把孩子的腿都敢敢 你说 这孩子心里得多委屈啊 这是 爸 您也别太难受了 您这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您不希望丘陵这善良 被他们家利用啊 往后啊 你走对丘陵好一点啊 想想 想想 还没让你进去呢 哎呀 哎呀 看不过他啊 赵定 开门 我是你哥 我跟你说啊 这丘陵是我请了咱家来的 跟上勇没关系 你要发脾气娘闹 你吵你哥我开胖 你别伤心无辜 听没 娘娘 快开门 你行了啊 那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的 以为我不知道啊 赶紧赶紧 你先开门 有什么话开个门再说 我告诉你啊 又是咱妈咱爸也回来 看你把邵英搁在门口 倒是以为邵英要欺负你了呢 本来就是他欺负我 我告诉你 又是咱爸一发飙 把邵英给轰过去了 你倒是没法收场啊 我跟你说啊 快快快 够死我了 这 怎么回事 你这闹什么呀你这是 我的天 快快快快 快出去看看去 我告诉你啊 邵英真是我叫回来的 跟上次没关系 别闹了啊 快出去看看你 干嘛出去啊 进去吧 行呐你那是 可以吧 你第三个地方 decree 给我少盛点啊 闺女 一半 一半一半 那咱有 再吃个馒头吧 我不要 咱有呢 给你掰一点 多吃点 你们俩啊 一个个的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甜甜这么强强强 有那心思 有那惊奇事 你把它给我用到种地上去 琢磨琢磨咱家那地怎么种 你看这老李的地 那麦子种的 那多残忍呢 爸 有啥残忍呢 我觉得咱家那麦子 不比他们家差 好 你不亏是我无老二的女婿 这话说得有骨气 我都琢磨着啊 明年呐 咱也扩大点这个种植规模 是不是 你有空啊 你到那个种子站哪 你去联系联系去 把明年那个小麦的种子 咱都把它买了 爸 家里活够丘陵忙活了 这事还是交给我办嘛 好啊 太好了 往后啊 你别总怪这个丘陵埋怨你啊 你说你回家这次数走越来越少了 这个大妈的基金 你说她一个女的 这些活他能干得过来啊 爸 我以后一定注意 那好 我吃完了我做给您秀钱去啊 不是 不行 这钱不能给钱庇 咋的 不为啥 种子的事还是我联系吧 爸 您看看 整天房我跟房贼似的 你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你说人间凭主动为你 焚在这儿身 你还不让人干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一会儿我都收钱去 爸 您慢点吧 小心点啊 好嘞 好嘞 哎呀 哎呀 好嘞 嗯 辣条 好嘞好嘞好嘞 哎呀我的天哪 你不信任我 爸信任我 我非得让你看看 我周建平是不是你说的那号人 修阳 姐想给你商量个事 说 你姐夫 毒瘾又翻了 前两天在小姨那儿借了五万块钱 说要建厂 结果 这五万块钱又全输光了 姐夫他 咱爸 身体那么不好 我到现在还没跟他说这事呢 姐夫他能这么不是东西啊 敢拿小姨的钱去赌 那他说这有什么用啊 你帮姐想一想 怎么能帮你姐夫 把这个毒瘾给借了 要我说啊姐 你得把家里的钱给看住了 姐夫他没钱他拿什么赌啊 秋阳 你看这样行吗 你先回来 帮姐代理一下那个经销点 等姐夫把这个毒瘾给借了 咱再重新交给他 姐不是我不想去 可是我手头也有工作呀 那怎么办啊 咱就找一个可信赖的人呗 那也不能看着你姐夫 就这么往火坑里跳吧 那你能说服姐夫吗 好好跟他说 应该能听吧 那试试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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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走 来 来 你可小孩子 你都不知道倒点水啊你啊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啥事 你看咱家小麦就要收割了 我想让你回来帮我管理土地 让邱阳他带管的一个经销点 站实的 你的意思是让我回来种地啊 种地有种地的学问呀 邵勇今年 把测土配方的试非方法 都交给咱们了 咱那庄稼长得可好了 你就回来帮帮我吧 帮我搞那个吴公害种植 明年咱就把吴公害的粮食 推向市场上 你别在我面前邵勇长 邵勇短的 别总拿我跟李邵勇比啊 我告诉你啊 他是他 我是我 你觉得李邵勇好 当初你怎么不跟他呀 我看你心里根本就没忘了他 算我说错话了 行吧 我没拿你跟他比 建平啊 你就回来帮帮我吧 我没帮你嘛 我这起早贪黑的 我为什么呀 我还不是为这家 还不是为了你嘛 你说让我干 我就干了 你说不让我干 这脸一拉 我以前的功劳就全没了 就算我是你们老吴家一条狗 你也不能说提走就提走啊 我告诉你啊 那经销点是我一手创建的 我不说走 谁也别想把你撵走了 建平 建平 我走了 我需要 你也要 你一招了 你一招了 你这人 又在哪里呢 她遗失我了 又在哪里呢 有了 我给您了 我去这儿 念念不忘那个李少勇啊 你看我干啥 你说那个健平对咱家多好啊 对我多好啊 跟秦儿子的似的 你看不出来啊 咱说话办事 咱不止排队良心哪 孩儿啊 这往后啊 不论做什么事 咱都得扪心自问 你不是按这时间长喽 你不怕人弄伤心喽 她也不怕人弄伤心 你不怕人弄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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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出口 泪碰到心 琴在不厌处 真情还真心 为爱朝前走 相知了温馨 情在天地间 月圆人更亲 好远追好芒芽 好远吧好夕 日子天天过 冬季春来临 孤了一条路 爱恨情有意 愿去愿来愿如此 幸福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好远追好芒芽 好远好夕 好远好夕 日子天天过 冬季春来临 宝露宝 一条路 爱恨今夜遥违 愿去远来又如此 幸福越来越近 孤独一条路 爱恨今夜遥违 愿去远来又如此 幸福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